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子我们煮出来辣椒更翠绿一点 我们把辣椒放到水里面稍微给它烫一下 我们给它烫至断生 然后把它捞出来 把它的水分晒干 现在我们把它放在阳台晒干它 让它把水分晒干 现在我们来煮个酱汁 放入花椒 还有一碗酱油 把它煮开 这个酱油我们把它煮开 然后就把它倒出来 放凉 一定要放凉 不然会把辣椒煮熟的 把它腌熟了 把它盛出来 我们来准备一下小料 切点姜片 把它装盘备用 我们来切点蒜片 我们的蒜片有一种神奇的效果 就是消军杀毒 这样腌制的时间可以更长一点 不会变质 我们给它装盘备用 我们再来切点小米辣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一点 装盘备用 现在我们这个辣椒已经晒干了 我们给它撒点盐在上面 把它装均匀 这个盐有吸食水分发酵的效果 现在我们准备一个砂锅 必须要保证砂锅是无油无水的 然后放入我们的辣椒 把它按紧实一点 再倒入我们刚刚切好的小米辣 蒜片 姜片 再倒入我们刚刚煮好的酱油水 一定要放凉哦 不然它会把辣椒煮熟的 我们稍微拿勺子给它压一下 压更入味一些 这样一道腌酱辣椒就做好了 我们给它盖上盖子 腌制24小时就可以拿出来享用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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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